那表示说 台智光是不是先钱 把转到了这个立期云端 这立期云端再把这个钱转给了他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你今天三百万都撤资了 那你怎么会把这钱都转给你呢 还有这个钱有没有转到别人的户头 对 所以陈总会 他的公司是不是成为一个金流中心 当然一定是 他以为用了一家纸上公司 然后以为这事情都没有 但没有爆发 没事 真的有爆发 对不起 反走过必留下人 现在查下去恐怕 其他的相关人等是挞了蛋 到底有多少人可能是跟陈崇文有相关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白手套公司 发包下去 是有多少人可能是有社会的情形呢 那只是说现在因为民进党爆料 因为台资光他背后的大股东 就是朱立伦岳父高玉仁家族所开的投资开发公司 民进党就要求朱立伦出面说清楚 昆成这个部分你的了解 原来是这样子一个集体性的一个贪腐结构吗 其实就是说我们当一个议员 那通常就是说如果这个各个局处 这个预算来到这个议会 通常就是拜托议员 说不要删 因为这个主计已经先删过一次了 议员不要再删 但是我们看这个案子就是说 哇这个是警察局还拜托民进党的议员 要把这一个 要砍了 要砍 这个因为他们自己觉得预算太高了 5.5亿太高了 是不是能够砍一点 砍到4.6亿 要维持4.6亿这个预算水准 那结果发现说 这个应该是在柯文哲 他其实在当市长的时候 他就应该在处理的 不应该把这个责任推给议员 就是说议员觉得说 这个预算是有奇怪的 当然议员他是要砍这个预算 他就没想到说 这个有些议员认为说像陈重文 他就说这个蒋文班 你怎么这个预算变得那么少 没借了 这个其实就有鬼 那其实一个议员 你如果说要这个挡一个预算 或是一个议员要负一个预算 其实也很难 一个议员其实 一个人要去handle 所有的事情很难 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多人 一起帮你维持 所以说今天是不是 只有一个陈重文 不会只有一个陈重文 应该是有很多陈重文们 一起在议会里面 比如说索取资料 联合时询 然后共同给施压力 所以这件事情 你说从郝龙斌时代 签订了这个马关条约 哇这个是25年 那一年保底4亿 好那就算经过了 这个郝龙斌到柯文哲 柯文哲八年的时间 他当市长 他可以处理啊 八年市长当然可以处理 市长是很有权力的 如果柯文哲你认为说 这个案子有问题 你不应该到你要卸任的 最后一年的 最后一刻才提复议案 这八年的时间你都可以做 你觉得说这预算怪怪的啊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预算 你可以解约嘛 你可以解约 你可以打官司都可以 只要你柯文哲觉得说 你这个案子很奇怪 但是柯文哲他觉得说 这个案子虽然奇怪 但是他也不处理 他也不处理 那为什么不处理 刚刚其实 这个瑞德哥有提到说 这个台字光 他这个背后的一个大股东 叫做台通光 那台通光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投资公司 叫做玉华投资公司 那玉华投资公司 是谁 谁是董事长 谁要是他的董事 谁是他监察人 都跟朱立伦有关系 玉华投资开发的董事长 就是这个朱立伦的岳母 你看他的董事 高师傅 高师伯 那就是他小舅子 其中高玉仑 就是他的岳父 那监察人是谁 高玉仙 就是朱立伦的老婆 对 那所以说 其实朱立伦要讲清楚 你们这一家 玉华投资开发公司 等于是这个台通光的大股东 那台通光又是 台字光的大股东 所以这层关系 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听到说 朱立伦有出来要讲清楚 因为朱立伦说 胡扯啦 他是用十几年前的旧资料 事实上他们早就不是 台通光的股东了 过去是啊 过去的确是嘛 他就是两面手法打假球 意思就是说 我讲万安很愿意来做张案报告 但是是你们议会留会了 所以没办法到 不只临时会没有成会 所以不会有这个大会的日词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的专案报告 我们议会的专案报告的名称 应该是通过大会决定 Jesper Buhl 对